母亲逼着三十个女儿 跪着练习头上顶弯 只有这样才能拉长脖子 皮梁生产出漂亮的美人 可当众人努力训练时 玉良却故意把腕摔碎 只因她还不想被人破挂 原来今天头牌告诉她 听到这玉良顿时有些慌了 因为清官人买一步卖身 而红官人却什么都做 此前她被家人骗进青楼 本以为是来这里学收益的 没想到竟是从事特殊职业 千岁红看她可怜又激励 一直将她当媒媒对待 在玉良即将被破挂前 她特意指了一条明路 玉良似懂非懂地积了下来 千岁红身为这里的头牌 一直很受富豪的欢迎 可这晚却出了意外 由于她将客人不行的事 悄悄告诉给了其他客人 不出三分钟这件事 就被传的人进戒指 眼看事情闹大了 千岁红你妈躲了起来 可第二天玉良在打扫积雪时 突然看到河边躺着一个女人 而这正是千岁红的尸体 玉良被吓得魂不受赦 可老宝却熟练地 让人用席子裹出千岁红 随后悄悄将她兜进了河中 很快玉良成为了千岁红的接班人 只因她的样貌跟身材都是全场最佳 而玉良一直逃避地破挂 也被提上了日程 破挂当天 不知情的玉良喝下了一碗六神茶 据说只要喝一口 这辈子都会失去做母亲的资格 恰好今天 商会正在宴请新上任的海关总督潘赞华 玉良很快就被推到了跟前 然而潘赞华是一个保守的人 他本对玉良没有任何外星 可商会大佬却逼着玉良 给众人高歌一曲 不敢拒绝的玉良 只能当众唱起了黑头 而这也让潘赞华眼前一亮 不由得对玉良多看了两眼 当晚上会就将玉良送到了潘赞华的府上 可潘赞华思想传统 他让管家给玉良一笔钱将其打法走 不料管家出门传信时 却发现连人带叫都不见了 原来玉良一直记得千岁红的花 只有死死缠住一个男人 才能熟身改变命运 他觉得潘赞华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于是偷偷躲进了对方的房间 就算是当小妾他也愿意 然而已经有妻子的潘赞华 既没有接受玉良 也没有将她赶走 随后还请来教书先生 帮助玉良读书任子 玉良为了安心留下来 脏活累活都抢着做 他对生活的积极跟乐观 很快感染了潘赞华 时间一长 两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然而好事多么 因为潘赞华对关税问题寸步不让 遭到了商会的恶意诋毁 隔天关于他娶青楼女人当小老婆的新闻 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潘赞华并没有放弃玉良 而是干脆辞掉了工作 带着玉良去了上海 临走前还特意绕路青楼 曾经的小姐妹 看到玉良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纷纷跑出来送憋 然而下一秒 他们就被鬼公扛了进去 不是所有人都有玉良这样的好运 到了上海之后 潘赞华害怕玉良无聊 特意根据她的爱好 让朋友教她画画 随后她瞒着玉良外出经商 实则是去参加了起义 期间玉良也进入了上海美术学校 可她画的却跟同学不一样 这是我姐姐 她叫千岁红 她很美啊 不过为什么这么表现她 她已经死了 死得很惨 然而莫过几天 保守派看不惯学校教学生画人体模特 于是冲进来搞破坏 玉良气不过 当场将颜料洒到了保守派的身上 在这场闹剧结束之后 其失败的潘赞华也回到了上海 玉良本想给潘家留个儿子 可努力了好久都怀不上 经过检查才知道 她因为喝了六神汤 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资格 为了给潘家留个后代 她以丈夫的名义将大太太请到了上海 然而对方一来就要求玉良给自己新贵拜礼 为了不让丈夫为难 给大夫人请安 潘赞华不能理解 为何玉良将自己往外推 可传统的她很快便接受了 让待夫人生孩子的事实 玉良这边也一心扑到了艺术上面 走火入魔的她甚至拿着花板 在澡堂偷偷换女人的洗浴土 只不过被人发现后 差点被打成了筛子 好在玉良很快领皮吸尽 她发现只要有一面镜子 自己也能划脱了一副的自己 与此同时 大夫人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随后玉良又选择了出国深藻 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好友 对方说自己找到了值得托付终生的另一半 玉良还没来得及替她高兴 隔天却在当地的红灯区 看到了正在兰克的好友 原来好友未婚夫有手好闲 没钱了就找好友要 然而令玉良没想到的是 好友未婚夫居然还跑来骚扰她 遭到女孩鄙视后又立马恼羞成怒 玉良非常惋惜好友的遭遇 可自己却无能为力 幸运的是 她的玉女图获得了国际大奖 深造完成的她很快回到了国内 此刻儿子已经上学了 虽然孩子非常怕生 可玉良用真诚打动了对方 她担起了母亲的角色 为此还专门画了一副三口指甲 然而在她去大学任教的时候 却因为被人嫉妒 关于她曾经是青楼女子 又以话与女出圈的风言风语 传遍了整个校园 由于当时大部分师生都对玉良有偏见 所以她的课上经常只有几个学生 即便如此 玉良还是亲囊相受 与此同时 大夫人由于过来之眼 再次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当晚她突然闯进玉良的房间 自顾自地躺到了床上 直到潘赞华进来 这才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然而大夫人宁走前 却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玉良虽然深爱着丈夫 可一家三口突然变成了一家四口 她开始变得难以接受 然而更让她伤心的是 丈夫得知她的获奖作品 居然是华的自己后 有着封建思想的盘赞华 当即觉得这事会惹来麻烦 果然第二天玉良的作品 就被有行之人大肆宣扬 不仅她的教室被砸了 大街上都是关于她的新闻 潘赞华为了维护玉良的形象 第一次跟人大打出手 并且为了她再次辞到了工作 玉良不想再拖累丈夫 于是果断地选择了出国 此刻两人都不知道 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随后玉良在国外专心画画 可没多久好友就患上了重病 受足无措的玉良 想起了千岁红教自己的一招 在好友离世之后 玉良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我没有爹妈 没有孩子 我没有朋友 我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我不做了 我什么都不做了 在她人生低谷的时候 一直对她有好感的王守信 将玉良从沼泽里拉了出来 两人的关系是恋人之下有情之上 玉良也将自己的大半生 全都灌入到每一幅画中 直到多年以后 大夫人因为看不见引发了火灾 导致潘赞华也因此离开了人世 在收到儿子的来信后 玉良足足哭了一晚上 幸运的是 她在靠近生命线的尽头时 身边还有一个王守信陪着她 不得不承认 玉良是一个有才华有追求的人 也是一个不为世俗所牵绊的女人 她的爱是广泛的 可以是攀赞华 也可以是艺术 唯一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 以及永不停歇的精神追求